欢迎来到白石公主的副频道 吃鬼话连篇时间 我是小奶怪 今天要讲的是 住到一个特殊的温泉旅馆 在2019年的宜兰郊西 它应该是温泉旅馆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它跟我说是宜兰郊西乡 一个度假城堡 我怕讲太多啦 哇 它讲得好清楚 连房型是哪一栋 它都讲了 对 都讲出来的 我们五个女生 哼哼哈哈想说一起去裸泡 然后大家可以住房间一起聊天 到了时候天色 已经很晚了还下着雨 为什么不下午三点就过去 不下午三点就可以check in 但没办法 我们就是那时候白天刚好有事 民宿老板呢就带我们说 走右边的小镜 直走到底就是我们住的那一栋房间 格局呢就是很一般的 一楼是双人床 还有通到外面的阳台 可以直接走到户外哦 哎 感觉还蛮不错蛮漂亮的 然后楼上呢是双人同铺 我们住的是一个 楼中楼的泡房 泡房 动动动五个人一起的 它第一人称它要叫什么 叫Candy好了 当天睡觉的配置呢 是我跟Amy睡楼下 其他三个人睡 睡楼上 睡前的时候 我们在一楼的床上 一起玩桌游 边喝酒 喝酒 但没办法我就是不生酒力 可能是因为有酒气的关系 我跟Amy玩到有点不愉快 我就想说好那我不玩了 我就先趴倒在床上 那各自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床上去 脱裤子准备睡觉 脱裤子睡觉 是的 大家都脱裤子睡觉 你没有吗 会啊 那你呢 会 那Emily呢 裸睡啊 其实我也是裸睡 我时候早上帮芝芝开门的时候 就是她也习惯了 她已经开门裸体了吗 我还是有就是 用一个小方巾 然后把眉眉遮 叶子吧 芭蕉叶 芭蕉叶 不好看啊 其他各自回床上之后呢 我一直是闭眼趴着 没有睡着 我左手边呢 是阳台 右手边是厕所 刚好厕所的门口前面 就是通往楼上通步的楼梯 不知道隔了多久 可能maybe六分钟吧 感觉好像有人从我的床尾经过 走到了厕所 我就听到了 那个讨人厌的Amy 在那边 靠着我的耳朵上面 用成挑衅的口吻对着我说 我要上去 跟他们睡哦 我要上去跟他们睡 然后我就听到楼上 在那边嬉闹的声音 嬉闹洞房是不是 我当下整个龟懒趴火 我觉得Amy很白目 刚刚在喝酒玩桌游的时候 你就一直呛我 好 你现在又要孤立我是不是 我们好不容易五个人一起出来约炮 然后你现在要让我自己一个人 睡在楼下是怎样 我就很生气的起身拿了车钥匙 我就准备出门 要往车上走了 哇靠气到真的走出去 我开了门就进了车子的后座 想说我就平躺睡在后座上面好了 大概五到十分钟又听到了 他们走出来要来找我的声音 Candy Candy 我就是大姨妈啦 还在气头上 我也不想要理他们 我就继续躺着 直到我感觉到 好像他们又进去屋子里面了 然后我就拿出手机 我还是心有不甘 要赖跟Amy继续吵架 干你干嘛 原来她叫Lisa 就这个人女生叫Lisa 对对对 她本人叫Lisa Black and Pink的Lisa 你刚刚干嘛 孤立我 靠腰你是靠鬼了 反正呢我们就从电话中吵到 走到阳台 再继续吵 吵架吵到中场休息 因为真的很喘 因为她一直唱Black and Pink的歌给我听 一直跟我起哄 说我唱的不好听 是吵这个啦 要对去啦 后来呢Becky想说 我再去陪一下Amy好了 好啦好啦Lisa不是故意的啦 谁叫你刚刚一直唱Black and Pink的歌给Lisa听 Lisa可能有点不开心 Becky呢然后就进屋休息了 可是呢Amy又跟Becky说 啊刚刚前面就是没有看到Lisa啊 怎么会这样就是找不到人啊 到底是怎样 身为我是Lisa本人 听到这个突然认了一下 我瞪大眼睛看着Amy说 好像是真的看着鬼 怎么会找不到我咧 但是我们也很有默契的想说 好我们先默默的进房睡好了 我们就把全身的衣服脱光 然后准备躺在床上 可是虽然已经裸睡了很舒服 但还是睡不着 等到隔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再度聊起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干嘛生气成这样 Amy干嘛生气成这样 Becky就说 你们有一直听到狗叫的声音吗 好想 是Becky听到了是不是 对 我从我们房间里面走出来到主动的路上 我就听到了 汪汪的声音 那Lisa也听到了 是 可是Amy却说 没有我没有印象的听到什么 汪汪叫的声音 而且我听到的昨天不是只有一只狗的声音 是很多只狗持齐笔舵的声音 一群的脚 对 大家就突然沉默 回程的时候还是去庙里拜拜好了 后来Amy呢有联络了 就是可以通灵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因为一开始就想说Amy 看我这个Lisa呢是不是在做梦 可是我坚持我的意识一直都是清醒啊 我也看到了Becky其实有经过床尾然后去厕所 她的意思就只是说后来原本前面那些 她以为是Amy的都不是Amy 是另外一个女鬼 是这个意思 太可怕了吧 她的意思就说 你看我其实我一直都是很清醒的嘛 然后她也记得Becky上去啊 然后Amy上去 她都记得这些东西 但是Amy其实都没有啊 所以她是被跟了 所以是没有人在跟Lisa吵架 根本都没这回事 是Amy在跟她吵架 但是跟Amy不是真的Amy 跟鬼吵架 那个通灵朋友说 那个不是半梦半醒的幻觉 而是其实有飘跟着她回家 看起来是一个嘴裂很开的女生 一开始其实就在那个民宿里面 她不是全跟过来 而是只有嘴巴 是黏在她的耳朵旁边跟她讲话 所以前面以为是Amy跟她讲说 我要上去跟她们玩咯 其实不是Amy本人讲话的 是那个烈嘴女跟她讲的话 所以其实搞不好连吵架都是 对 电话中的吵架其实不是跟Amy在吵架 是她耳朵一直有那个声音出来 她放上去咯 所以这一些都是只是 那个嘴巴在她耳朵旁边而已 对 所以她们才就是想说 干你在生气三小对不对 对 Amy想说我就是没看到你在干嘛 我没惹你 你干嘛没事跑到车上 Oh my god 我们下次见 你不是不信邪吗 我就让你来看看什么叫中邪 你以为你藏得很好吗 不喜欢人家一直欺负人家 要不然我帮你去跟她说 嗯 你喜欢人家啊 她了解了好多哦 好可怕 超可怕 最后 她又看向了我说 你怎么喜欢这些有的没有的 不然我陪你回家 我可以回家睡哦 你也不用装了 再怎么装你还是要 我会接受事实的 之后转向看了小歹眼 好可怕 好可怕 突然转向看了小歹一眼 小歹就突然往后倒了 吓了老半天 结果小歹往后坐了下去 也不要往后拉了 我心想完蛋了 这个笔一定会松掉 我们就像人形果牌一样 一起往旁边倒了 Yeah 听说有一个白痴公主舞马频道 会放一些奇怪的东西 不是奇怪 可能会放一些废片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订阅 靠腰 哈哈哈哈 啊